復活节假期过后,港股跟随A股缺乏方向,恒指游走于29600至30100点的500点区域内,多日均于日内表现反复,升跌交错,事实上,港股多月以来明显跟随内地股市走势。 就算美国股指近日受季度盈利,性预期而创新高,恒指亦未受为其气氛,相反此是继续测验诋毁,这相信与中央多次否定,降准或减低宽货币政策力度有关,在港股复活节假期时,国家官方在不同会议场合中,就货币政策取向作出表态,包括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例会中出现重提把好货币供给总集门。 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和政策协调等新表述,4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息度。 4月2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中,指出货币政策要松紧息度,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遇调微调等。 另外,当市场传出央行已对部分农商行,及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定向降准一个百分点后。 消息一出来,官媒促迹澄清,指并不熟实,人民银行目前并没有新的定向降准政策。 这是一个月内,人行两次针对降准传闻于当日便语以否认,可见目前人行针对降准的态度强硬。 从官方多次表态看,不断从新货币政策将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遇调微调。 此行为是在管理市场期望,希望外界普遍所认为的未来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概率。 不要存在太多幻想,从另一种行动上,内地周三有1600亿元人民币亦会扣到期。 人行展开了2019年第二季度,并向中期借泰便利TMLF操作,操作面向符合相关条件,并提出申请的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型城市商业银行,操作金额是2674亿元人民币。 名义上市根据有关金融机构,今年第一季度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贷款,增量并结合其需求做出的。 不过,金额与液回购份额相近,而今次TMLF操作期限为一年,到期后可根据金融机构需求逐做两次,实际使用期限可达到三年。 在操作利率方面为3.15厘,较中期借泰便利MLF利率优为15个基点。 在操作上,一年期3.15厘的TMLF,比七天期的逆回购投放时间更奖,便相向市场提供较长时期的金额。 以稳定市场资金,这不是大水慢贯,却是精准的贯,有利微调货币政策结构。 这是中小企需求营造出市场化的价格,及货币政策的方法。 这方式有利人行定向对准中小企投放资金。 形式上比降准更有灵活性,加因降准了,回头不易。 相反,以TMLF灵活度高,当到期时企业可以自申请放在申请逐期。 效果远性由银行信贷部决定。 周三A股美市反弹,估计市场正在消化相关消息。 大家也可当作是好消息研究一下。